9月16日晚 为庆祝中国69周年国庆 南加州桥姐在洛杉矶圣盖博士 希尔顿大酒店举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9周年升级典礼即国庆晚宴 中国驻洛杉矶副总领事孙鲁山 庄智哲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兴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以及来自南加州新桥传统桥社 越检辽桥团等超过700华人华侨 出席了当晚的庆祝活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平 由于他拜访凤凰城华人华侨后 因机场安全问题关闭取消航班 无法出席国庆晚宴 他通过视频 向出席中国国庆庆祝晚宴的侨报 送上祝福 孙鲁山副总领事在庆祝晚宴上 对桥社自发组织国庆活动 表示衷心感谢 并希望侨胞继续关心和支持 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积极参与家乡的建设 我们南加州的桥界 我听说有最近一百家桥社 共同联合启办了 今天晚上这场活动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 是一大盛事 我觉得一方面体现出 我们桥界的这种团结 联合自华和力量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 我们的鲁山副的桥界 对祖籍国的一种赤神赤心 对此我们感到 我们表示祝贺和感谢 作为广东移民后裔的赵美新 和周本利 也为活动送来的祝福 并上台发言 表示将为中美关系和经济发展 做出努力 并向本次活动组织方 美华总理社朝会长 美华联主席郭颂 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 马树荣等颁发合状 今天是南加州华人华侨 共同联合举办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华旦69周年 我想我们想借用这个机会 透过这场活动来表达 南加州的华人华侨 在自己深耕美国的时候 同时不忘祖籍国 同时在不忘祖籍国 也衷心地祝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运昌盛 欣欣向荣 今天是全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9周年 升旗一世纪晚宴的大喜日子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 率领所有的团员 非常热情积极地参加 庆祝伟大的祖国母亲生日 我们今天参加这个宴会的 有各个协会的会长 专家校友会的会长 以及商会同乡会的成员 有代表性的全部都参加了 今天我们也派了一个升旗手 来升中国国旗 我们所有的这些举动 无非就是为了表达海外华人华侨 中华华夏儿女 为祖国母亲诞辰69周年庆祝 也展现我们海外华人华侨 在海外发展学习成长的风情风貌 还有七八人是我们由侨胞 自己发动来举办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祖国已经开放 改革40周年 我们看到了非常好的绳枝 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是世界上第二代经济强 我们感到骄傲 所以我们激起了爱国心 我们一起在这里举办国庆卧动 是很有意义 国庆晚宴上 美国梅拉诺文化演义公司旗下的 中华国乐团 为华人华侨们 送上了精彩的明月表演 华人华侨们在欢乐的气氛中 举杯同庆中国69周年华诞 全美电视台记者 彩峰报道